大家好,我是小凡 我现在来到了广西的新安县 这是一座和秦始皇渊源非常深的县城 这里有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之一的林曲 就是我旁边这条 还有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一座秦皇宫 这里不仅是桂林米粉的发源地 还是湖南母亲和湘江的源头 诶等等 我之前好像有跟大家讲过 湘江的源头是在湖南的南山县 怎么又在新安县了呢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 我到时候我会专门做一期视频和大家分享的 今天我先带大家来逛一下这座县城 看看新安县建设的怎么样 新安县位于广西自治区的东北部 下下六个镇,四个乡 总面积只有2348平方公里 不算大,但是经济水平却非常不错 在桂林十个县城中排名第三 又因为常住人口只有30多万人 所以新安县的人均GDP在桂林算是比较高的了 你们看这个县城的建设还是相当不错的 道路很干净很整洁,环境非常好 新安县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俊县制 七年之后便在新安隆江镇内修建了一座秦城 这被认为是新安县最早的城池 所以新安县的建城史也已经有2200多年了 是一座历史非常悠久的古县城 被誉为新盛之都,安定之意 除了秦城,秦始皇还在新安修建了一座秦皇宫 就是眼前的这座了 你们看,城楼上还能看到秦始皇的树像呢 不过现在的这个秦皇宫其实是2005年重建的 而且好像还是一家民营企业开发的项目 应该是专门为了旅游而特意打造的 从这个秦皇宫的导览示意图就能看出来 你们看,饭店、酒吧、土特产、旅游小商品 还有小吃街等,真的就是为了旅游而打造的 不过尽管如此,这座秦皇宫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过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介绍 这里其实是秦始皇的一处行宫 为了让秦始皇南巡百岳时休息而建的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一直没来过这里 所以这也是唯一没有皇帝居住过的皇宫 另外,虽然导览图规划的很不错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现在这里面很多店铺都没有开门 感觉特别的萧条 不过这些建筑物还是挺漂亮的 个人感觉比仿明清时期的建筑要更好看些 还有这个城墙也很漂亮 尤其是上面长满青台,特别有感觉 城墙的外面就是著名的灵渠了 关于这个灵渠,在当时可是巨大的工程 在当地还流传有很多传说故事 自评开头秦始皇树像下面看到的三位将军 相传就和修灵渠有关 当年秦始皇为了统一百岳地区 在修建灵渠时,先后派了三位将军来独建 最早来的是张姓和刘姓两位将军 但是因为预期未能修好而被杀 后来派了李姓将军来独建 他总结了前面两论的经验 最终在期限内把灵渠修好了 但他并不愿独占功劳 认为自己是在他俩的基础上成功的 即使当了官,也对不起他们 于是选择自吻 后来人们将这三位将军的墓合照在一起 并称为三将军墓 明朝皇帝赤封他们三人为正国将军 这里三尊树像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立的 新安县也算是一座山区县城 因为县城的西北和东南都是山地 地形非常复杂而且多样 其实不仅是新安县 广西和湖南交界处都是这样的 这一点在坐火车的时候就能感受到 为什么桂林山随后甲天下 你们看看这一路上连绵的群山就知道了 大家以后有机会来桂林旅游 这个新安县很值得来看看 而且这里还有很多闭光的景点 接下来几天我都会带大家去看看的 行 今天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那咱们明天见吧 拜拜